今天台北股市 虽然收盤的时候只有上涨17点 虽然大盘指数的成交量只有580亿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 就算大盘的成交量不大 就算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量缩的格局 在我的会员手上 仍然有相当多的股票 在今天不是大涨就是创新高 不是创新高就是涨停板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告诉各位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多头的行情 行情在我的面前 现在就像慢动作一样的清楚 对我来说 这一波的操作只能够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叫做如鱼得水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要赚钱 可是对你们来说 也许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有些困难你需要克服 也许在你的心里面会觉得 接下来就要过农历春节了 对不对 大盘成交量是不是继续维持 五六百亿的水准 接下来这个春节的假期 是不是又牺牲掉了一些交易日 我告诉各位 你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在今天王良决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要你在今天 只有在今天你跨出这一步 来加入王良操作的行列 我会让各位多得到一个月的会期 王良会多增加一个月的时间给各位 也就是说所有的一个操作的一个会期呢 会从农历年之后再开始起算 如果你们在明年的一月 跟王良做到了标股 跟王良赚到了涨停满的话 我告诉各位 这个月就是你们多赚到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王良不但多赠送一个月的会期给各位 甚至于我愿意给你们一个最大的优惠 只要我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投资朋友 来融入这一波的一个多头行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大盘 大盘在今天成交量只有580亿 580亿的成交量 我相信这些人现在都在海头 没量子要怎么做 没量子股票会赔 可是王良要告诉各位 我所看到的是大盘 竟然还有580亿的成交量 是这个盘的筹码面居然是如此的安定 王良曾经告诉过各位 低量之下必有标股 而且埋点总在量缩时 所以量缩对王良来说 完全不构成威胁 完全呢王良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股票的筹码是最安定的 如果你找到了股票的题材 我告诉各位 接下来呢 股票绝对会大涨 为什么 因为买盘强跟卖压轻那是一体两面 如果筹码安定 如果卖压轻 不用大量 我告诉各位 股票呢就能够大涨 对不对 就像这一波你们每个人都看到 王良的建策到昨天为止涨到了82块 创下波段新高 从50块钱涨到82块 我请问你 到底低量之下有没有标股 到底买点是不是在量缩的时候 当时开始带会员买建策 在节目当中介绍建策的时候 你们觉得这个盘有量吗 你们觉得建策会大涨吗 结果呢 王良把题材告诉各位 对不对 这一波从50块钱涨到了82块1 创下波段新高 而在过去的这一两个月 王良的代表作不是只有一档建策 为什么 我跟你们讲 行情在我面前就像慢动作一样清楚 为什么 王良告诉你们 对我来说 现阶段的操作 简直呢 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 甚至我非常的肯定一件事 王良的会员在明年一定会赚的 比现在更多 比之前更多 因为完全掌握到了 明年会发酵的题材 明年会涨的股票 而接着你们看到是什么 建策大涨了之后 接下来呢 王良在11月26号 带会员买的音乐达 这波的音乐达 让会员呢 爱买多少买多少 从21块6涨到26块1 一样让所有买的人都赚 接下来呢 王良所介绍的浦安 从十几块钱 从15块钱 从16块钱 涨到多少 涨到22块9 创下波段新高 今天又在去 今天又在赔 是不是 拉出了8支涨停板 还能够创新高 再来呢 你们所看到的智捷 涨到了15块8 今天还是涨停板 如果中国市区概念股 智捷会涨停 那不要忘记哦 王良的会员 还有一档股票 叫做华新光 华新光今天照样涨停板 我跟你说这不简单 为什么 因为这个盘 很多人都认为说 没有量啊 怎么可能有股票会涨呢 但是王良要提醒你们 买盘墙跟卖压清 那是一体两面 如果筹码安定 代表卖压清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要不要做 大盘只有涨17点 成交量580亿 我跟你说 王良会员手上 智捷今天涨停板 接下来呢 包括华新光也涨停板 这证明一件事 我请问你们 是不是低量之下 必有标股 而买点总在量缩时 但要看你做的功课够不够 做的研究够不够深入 王良是每天 把股票从第一支 看到最后一支 从日线看到周线 从技术面看到基本面 一支一支在逛 一支一支在看 不然你以为 我怎么可能 去做到这个建策 我怎么可能 去做到音乐打 我怎么可能去 发现这个普安 代会员大买智捷 跟华新光 可是如果 王良做到这些股票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 你们也想参加 你们也想做 但是你不知道 下一个标的在哪里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请你不用担心 当你看到智捷涨停 当你看到 华新光涨停 这已经证明了 我们选股的能力 而接下来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一波 就算你们错过了建策 错过了音乐打 错过了普安 错过了智捷 错过了华新光 大家股票 我能在节目当中 不但有介绍 还带会员下去买 你们都亲眼看到 对不对 接着呢 我呢要推出一档 全新的科技明星股 为什么我呢 把它称之为科技明星股呢 我跟各位说 今天是12月25号 对不对 题材如果要发酵 你要注意一下时间 你们再看下去 明年的1月7号 美国的消费电子展 就是CES大展 聚焦在哪里 在穿戴式装置 在车用电子 还有云端三大领域 如果我呢 找到一档股票 现在在低档 而且外资进行锁码 而且它本身就拥有了 穿戴式装置 跟车用电子 跟云端 这三个题材 集于一生的话 我请问各位 这会不会是一档 科技明星股 而在1月7号 当这个CES展 它大放光彩的时候 我请问你们 股票会不会大涨 如果会 我跟各位说 就像音乐塔一样 就像这个建策一样 我呢会带会员进行去大买 我呢认为这档股票 接下来呢 绝对很有可能会大涨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能够把握住当下 在这个地方 我知道很多人 你们都想要赚钱 可是偏偏 会受到很多的因素去影响 很多的因素去左右 对不对 可是到最后呢 当你看到王良 一档一档股票大涨之后 我告诉各位 那些借口 那些理由 希望你们都能够 一一的把它给排除掉 我相信 每一个人 都想要做到 像建策这样的股票 每一个人 看到王良在介绍建策的时候 其实你们或多或少 都感觉到 这档股票 它绝对会大涨 结果这一波 从50块钱 涨到多少 开始涨 涨到了82块1 创下波段新高 你们有太多的机会 可以跟王良共相胜举 接下来呢 包括因业达 这波涨到26块1 当王良买进因业达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持股时辰的大买点 这个是绝佳的买点 你要看出来的 不是股票从哪里涨上来 而是股票在这个地方能不能买 在这个地方会不会涨 我呢 11月22号 在我买进股票的前一天 在节目当中告诉各位 我接下来要带会员下去买因业达 结果因业达呢 这一波从21块6涨到多少 涨到了26块1 创下波段新高 买完之后呢 是连续两个交易日 拉出涨停满 而且创新高 而除了建策 除了因业达之外 接下来包括普安 这股票多厚期 你想看看 12月18号涨停满 19号涨停满 20号大涨 在四个交易日里面 有三天来到涨停满 你说这个是不是标股 这一波的普安 从底部 王娘开始介绍 从底部 王娘告诉各位 我会切入云端的题材 到你们看到 股票它涨上去 各位想一想 这些题材 从刚刚的建策 到因业达 到普安 王娘花了多少时间 在节目当中 来告诉你们 对我来台湾 设立云端的中心 来告诉你们 数位储存的需求 爆炸性成长 来告诉你们 我认为普安 一定会大涨 结果这一波 它标出了 八支涨停满之后 创下波段新高 今天就算 王娘做到了 这一个 这一个音乐打 王娘做到了建策 王娘代会员 买进了智杰 今天涨停满 真的会完最开心的 因为今天又赚到一支停满了 华新光一开盘 这简直是做股票的最高境界 一开盘直接拉到涨停满锁起来 我们在今天 一张智杰一张华新光都不用买 股票一家里的起 股票一家里的涨停满 今天的智杰涨停 今天的华新光涨停之后 我告诉各位 接下来呢 王娘还有股票 要带会员下去买 我所说的题材 每一个都千真万确 每一个接下来呢 在市场当中都会发酵 下一个阶段回来 如果你们想知道 更多的 王娘所看好的股票 如果你们想知道 为什么王娘的股票 这么会涨 这么会飙 我跟各位说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我是陈彦博 每次极地冒险 安全是我的坚持 我喜欢冒险 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 只要喝酒 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 我不喝酒 我当指定驾驶 负责开车送朋友 出来了 或找亲友接送 也可搭乘计程车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陈彤投顾十周年庆 感恩大回馈 十年碎脸一次感恩 陈彤投顾感谢您 十年来的支持 江秉持诚信 稳健精神 继续在古海中 给您一盏灯 咨询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陈彤投顾十周年庆 感恩大回馈 倒数六天 咨询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陈彤投顾 王老师 智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带您台中 及时选股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 灵活进出 无枉不立 入会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额派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倒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也是 白友 今天大家只要跨出这一步 把电话拨通 王梁告诉各位 我在今天特别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惠 你在今天只要跨出这一步 只要能够把电话拨通 王梁会额外的让各位多得到一个月的会期来跟王梁进行操作 也就是说在明年的1月也许你考虑到农历春节的一个因素 也许你考虑到春节之前台股在封关的这一段期间没有交易 我告诉各位那都不要紧 明年的1月王梁送给大家 让各位多得到一个月的会期 能够从这一个农历年之后再开始起算 但是你们该有的一个讯息该有的操作都不会少 也就是说如果在明年的1月你跟着王梁做股票 像这一波的建策 这一波的音业达 这一波的智杰 这一波的华星光一样的话 我跟大家说那都是多赚的 那都是多得到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今天这个机会 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现在值不值得买 到底现在值不值得拼 也许王梁的想法很另类 但是你们仔细想想看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所讲的股票 我所看的大盘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今年台股的周转率是创下历史新低 今天我只要问大家一件事情 我们该在周转率创历史新低的时候 选择离开这个市场 选择去观望 选择动也不动 还是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去进场 为什么 因为你反过来说 如果周转率创新高了 我问各位 那我们该怎么做 该不该获利了结 该不该大波段的股票让它出场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周转率创新低 反而我们应该要积极 也许很多人他不想看了 那刚好这些股票是我的机会 所以我才能够去做到像这一个建策 像这一个智杰 滑星光 应该拿这些股票 而在这个地方 今天大盘的成交量只有580亿 已经来到8467 最高是多少 84点 成交量只有580亿 这是在之前的高点附近 这代表什么 这个盘的卖压 我告诉各位 在这里不用大量 在过去的几个月 不知不觉的消化掉了 是不是有很多的散户 股票 是不是不知不觉的被洗掉了 对不对 那一旦这个盘过了8500 我跟你讲不得了了 一旦过8500 我敢告诉各位 我的会员 绝对会成为全场赚最多的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这么努力 大盘一旦过了8500点 那些被洗掉的 那些空手的 要开始做什么 回补股票 对不对 那谁的股票最有题材 谁的股票最有爆发力 我请问大家 是不是玩玩两个 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说 低量之下必有标股 而且买点总债量缩时 到底低量之下 有没有标股 这一波 普安今天创下波段新高 今天普安配到这里 大家想看看 我两个有没有告诉过各位 我认为普安会大涨 我能没有告诉过各位 我有多么的看好云端产业 当股价还在低档的时候 整个市场只有我两个人 看得出来它会涨 为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股票已经涨上去了 再去井上添花 对不对 你们没有看过一个老师 这么努力的去分析 这么努力的去介绍 这么努力的积极的带会员去买 是在底部的股票 可是不要紧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股票发动的时机点 一旦让它突破了多空线之后 我请问各位 王良的股票是不是喷出了 今天你们看到普安涨上去了 很多人会想 也许哦 这个建策大涨了 音乐团大涨了 普安大涨了 或许大家会说 王良的运气比较好 刚好去做到那几只股票 对不对 可是如果接着 王良带给会员的股票 确实有买到的 我跟你说哦 我的会员 我的会员 对我买智杰 对我买华星光 都有买到股票 而且让买的人都赚 我会完这么多 这么多人在看节目 是不是 我请问各位 我能够胡说八道吗 我能够乱讲吗 今天哪一个人敢告诉各位 他有让会员去确实的买到了股票 去买到智杰 去买到华星光 你们可能不知道 为了买到那些股票 我前一天是绞尽脑汁 在想我要怎么去定价 我要怎么样在开盘之前 把价格定出来 让股票在震荡的时候 会员穿价能够自然的去成交到 让我们完全去干扰到 行情的一个运作 各位都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对不对 可是不要紧 那是我该做的事情 那是我该去承担的一个责任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让会员享受到的是什么 今天智杰五支涨停板创新高 今天华星光一开盘就缩起来 你们看到智杰涨停 看到华星光涨停一定有人会说 啊 那位王文良的智杰又涨停板 啊 那位王文良的华星光 又创新高啊 是不是 没错 我就是王文良 今天你们看到股票涨上去 大家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做一档股票 是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你们没有看到我背后的努力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的 我是每天 文文看 我头一支股票挤到桶买一支 不然我怎么可能去拼到 拼到这个建策 拼到普安 拼到音乐档 拼到这个智杰 拼到华星光 可是我会继续这么积极的努力下去 因为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我真的很想要呢 让会员感觉到什么 赚钱的感觉 赚钱的滋味 我要让大家知道 今天你参加会完 今天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至少有一个人 他是真的会做股票 他是真的会看股票 他是真的想帮会员赚钱的 而在这里你们再想一想 当初在12月10号的时候 那当时我股票已经抠下去了 我只管跟你说 中国的市区建设启动 引爆2.4兆的商机 很多人不知道股票有多么会涨 对不对 我12月6号那天告诉过各位 我一定要让会员去买到智杰 我不晓得各位听见了没有 而且我确实让会员买到 而且股票真的很会涨 12月6号涨停满 12月11号涨停满 12号大涨 19号涨停满 20号涨停满 再来涨完了没有 还没有 今天继续涨停满 从12月6号到现在 各位想一想 当你看到股票在飙的时候 我呢告诉过各位 中移动明年要卖1亿只4G手机 为什么我的股票这么会涨 如果他要卖1亿只的4G手机 我请问你 他没有4G的基地台 他手机要买不到什么 是不是 所以谁会涨 谁会先涨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你没有4G的基地台 没办法做4G的传输 那股票要哪里去 那智杰在做什么 我跟各位说 就是4G的基地台 而且中移动 就是他的大客户 所以在这里 你们再看下去 12月6号 为什么我非买到股票不可 接下来呢 涨到14块1 涨到14块4 震荡之后接着呢 12月20号涨停满 今天呢再涨停满 今天我贵完这么多 我只叫一支股票怎么有搞 是不是 但是中国4G的题材 我问各位哦 如果商机那么大 那我再问各位 华星光它会不会飙 今天华星光涨停 你们知道做股票 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吗 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 天天都有人来问我 王老师 华星光我要不要卖 因为我跟你买在36块 可是呢它最近都不动 我可以告诉各位 会员跟我买到的36块的华星光 到今天涨停满42块5 我一张都没有出 我一张都没有卖 我让会员呢 一直赚到现在 而王老师 有没有在底部去介绍股票 我们真的看出一档股票会涨 不是只有抓到它的题材 你还要知道它的买点 还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动 而且呢 我来告诉过各位哦 来我们看这里 今年呢 华星光第四季的获利 会倍速成长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两个字 成长 为什么 因为转积性跟成长性 是推动股票上涨最大的动力 但是你们找到了没有 你们再看下去 这个12月9号一刚 我跟你说真的很惊险 我定在36块当天35.95 穿价会员全部成交 我不是退会员买在这里哦 而接下来呢 接下来隔一天就涨停板了 这最欢迎了 接下来呢大涨 接下来呢大涨 接下来在今天又涨停板 这一波的华星光 从底部开始 带会员进场 到今天你们看到它涨停板 我请问各位 这一波 我你们有没有资格告诉你们 有那些名字还是没那些名字 我真的要做股票 可是我真的也不晓得 该怎么样去说服各位 可是我告诉你不要紧 今天不管大家认不认同 不管大家相不相信 我都会继续的努力下去 而且除了智捷 除了华星光之外 我还有找到全新的科技明星股 而且它会跟 明年1月7号的CES展 会有密切的关系 会大放光彩 而且这档股票呢 现在还在低档 所以如果这一波 你们错过了建策 你们错过了音乐达 也错过了普安 甚至连今天涨停板的智捷 跟华星光都错过了 也不要紧 王娘有帮各位 准备新的标的 而最重要的是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五分钟之内 只要你们把电话给拨通 王娘会让各位 多得到一个月的会期之外 再给你们最大的优惠 如果你想拼 请你立刻行动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贫乎并自负 投资风险 预防狂犬病 请不要接触 猎捕或饰养野生动物 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 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 并立刻用清水冲洗 消毒伤口 赶快就医 爱他就要带他去打疫苗 更不要抛弃他哦 预防狂犬病 多点警觉 多点安心 相关疑问 请播1922防疫专线 陈通头顾十周年庆 感恩大回馈 十年翠脸一次感恩 陈通头顾感谢您 十年来的支持 江秉持诚信 稳健精神 继续在股海中 给您一盏灵灯 咨询专线 零二2752-5868 2752-5868 陈通头顾十周年庆 感恩大回馈 倒数六天 咨询专线 零二2752-5868 2752-5868 陈通头顾 网老师 自创股票分析系统 今年72种技术分析指标 带您台中及时选股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 灵活进出 无往不利 若会专线 零二2752-5868 2752-5868 股市投资 谁可以让您 利空平传时 总是动足机先 利多出信时 总是勾搭获利 陈通头顾 谁家具有成券 及期货 双证照的头顾公司 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 最赤身的研究团队 无论您是想要 投资股票或期货 将不用在股市中 喷打无斗 陈通头顾 带领您 比别人早一步 换向财富人生 陈通头顾 值得突赴 零二2752-5868